我老公非要给我买那个三折叠的新手机 他都不容我了解你 那个电子产品白持手机当然是越简单越好 他非得给你往复杂的找 正是因为他了解我 所以他才一定要买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我根本不会使用超过三天 所以他其实是给自己买的 贵迹多端的男人 从二折叠时代他就已经参透了这一点 当年那个二折叠火的时候 他买回来 送他你个礼物 我拿回来一看 哇 开屏四个大字 欣喜天下 哎呀 给我看的刚刚还都犯了 哎呀 我说不用不用抠成 他得折来折去跟河街灵火似的 说帅理师以前是不是干过那个什么灵火大师傅 欣喜天下 哎呀 这四个子打在公屏上 感觉这个人像不太聪明似的 但是我老公喜欢 他对电子产品其实也没什么兴趣 他之所以一眼就喜欢上那个灵火 大概率就是一开屏 欣喜天下那四个大字抓住了他的心 那挥痴帮琼 那指点江山 天下大师就等我了 你看你就是懂男人的 实际上这个折叠给他带来了一些不幸 因为他一折开那个灵火 我就想起那句话 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 哎呀 我这火就上来了 地都这样了 对吧 你也不知道拖一拖 你还有心思擦心天下 那他现在要买个三折叠 那都不是欣喜天下了 那奏折一开一批月 君临天下 我跟你说 你晚上都在请人家翻牌子 要不然都对不起他那个三折叠的仪式感 那不好意思了 就陈姐这一招牌子 爱发不翻吧 你看看 苹果还在跟摄像头排列组合死磕呢 人家华为已经提供上纵横百合 毕丽天下的情绪价值了 那明年会不会就出四折叠五折叠的了呀 纵横百合感觉很费钱了 对不起 干脆给他买把折扇得了 刷一打开 钱都下江南一步到位 那他用上三折叠之后 整天批月坐折 不拖地 你不更生气了 嗯 我预感 他必须得马上给家里请一个住家阿姨了 要不这个家都配不上他那个三折叠的高贵气质 姐妹们 你们家有预定的那个坐折的男人吗 阿姨安排上了吗 否则可不匹配啊 刚开始的小视频 狗哥呢就不多说了啊 这两位中国女士 她们的表演和讽刺都是相当相当的到位 狗哥呢是自古以来认为 中国的爷们啊 真的是有点配不上中国的女性们 这个呢当然呢 也包括狗哥自个儿啊 所以呢这个中国的爷们们 大家呢真的是需要更多的自我反省 需要更多的自我改善 首先说一下狗哥昨天影片的一个后续 狗哥呢在昨天的影片里边呢 是主要聊了中国经济的最新的情况 狗哥自己的观察还有结论是 中国经济里边新一轮的崩塌呀 已经是开始 并且呢这种崩塌的情况呢 已经是可以得到确认 那不出任何意外 昨天呢是又有中国网民呢批评狗哥 说狗哥呢又在黑中国 说狗哥呢又在唱这个中国崩溃论 说狗哥呢又在故意的夸大中国经济的困难程度 别的不说 狗哥呢最喜欢拿这个真实的证据去打脸 大家看这个呢是美国华尔街日报 他今天的一个最新的报道 说中国经济在8月份进一步放缓 延续了夏季低迷的态势 他这个报道正文里说 周六中国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在8月份中国的经济活动呢是全面走弱 房价是创下9年来最大的年度跌幅啊 如何如何 那美国这个华尔街日报他在财经报道这方面的专业性和权威的程度 大家呢应该呢都会去认可对不对 华日他对中国最新经济数据的分析结论是中国经济呢出现了进一步的放缓 在8月份中国的经济活动呢是全面走弱 这个呢跟狗哥判断的中国经济出现新一轮的崩塌 是不是这个道理他其实呢是一样的 当然了这个华日他报道用的词 他的表达方式跟狗哥呢是肯定是不一样啊 这个呢也是媒体跟自媒体的一个区别 华日他作为这个大的新闻媒体 他用词他的表述方式呢会更保守 狗哥作为一个自媒体 那狗哥这个表达方式呢肯定的会更放开 更放飞自我一点 在这儿狗哥可以说 如果华日这样的大的新闻媒体 他对中国的观察算是一针见血 很真实很靠谱 那狗哥作为一个自媒体对中国的这个观察呢 就是一刀见骨头啊 更深刻也会更狠 在这儿呢也是狗哥 很小的夸奖一下自个儿 资深的哥们都会知道 狗哥对中国的观察还有解读 总是会啊稍微领先国际大的新闻媒体 那么一点点 狗哥呢当然不能说是这个遥遥领先啊 这个呢主要是从这个时间上说的啊 就狗哥对中国这个状态比较靠谱的观察还有解读 在时间上总是会领先国际大媒体那么一点点 这个呢应该也是很多的这个资深狗友 几年来一直在持续关注狗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对于这个现实比较准确的判断 还有对这个未来发展趋势的相对来说比较靠谱的解读 这两个方面对于大家这个个人的人生规划啊 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 刚才说了这个美国华人街日报 他在今天的报道也是能够验证狗哥在昨天 还有大概一个月之前的判断的这个比较靠谱的程度 另外关于中国经济出现新轮的崩塌 还有一些个中国靠谱网友 他们最近的一些切身的感受呢 也可以去证明 大家看这个呢是中国的一位作家网民 他最近的感受他说呢感觉进入这个9月份以后 经济形势更加差 感觉呢一夜之间大家呢都没钱了 大家呢也不花钱了 他说呢他有一个朋友啊 在广州一个驱属的国有企业里边 那个企业呢今年也撑不住了要进行这个大裁员 500人的企业要裁掉100多个 这个呢就是20%的这个裁员规模 他认为经济困难的冲击正在从中国体制的外围 向中心呢是逐步的蔓延 以后中国体制内的公务员也不会再是铁饭碗 公务员们也迟早要被优化 更何况有些机构呢确实是人浮于事 臃肿荣于 归根结底的原因就是中国这个经济崩塌 政府财政吃不消了 狗哥认为这位中国作家网友 他的观察和感受呢也是很准确 他的第一个感受是进入九月份以来 感受到中国经济形势呢是更加差 这个其实呢也是狗哥观察到的 中国经济已经出现新一轮的崩塌 中国国内的消费它是出现了进一步的恶化 在今年上半年原本还算有点亮点了 这个中国的出口也开始出现明显的放慢 他的第二个观察是中国经济崩塌的冲击 正在从中国体制外围向体制中心逐步的蔓延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这个明显的下滑 造成失业造成收入减少 在以前冲击的主要是中国体制外的人群 像这个中国的私营企业民营企业 自由职业者农民工等等这些个人群 但是现在呢这种经济崩塌呢已经是冲击到中国体制内部 包括中国的这个国有企业的员工 政府的公务员各种这个事业单位的员工等等 资深的哥们应该都知道 中国这个经济崩塌对体制内的冲击 其实呢也早就开始了 至少从这个三年之前 中国很多地方啊体制内人员 他们的薪酬他们的工资收入就开始受到影响 去年下半年到现在 经济崩塌对体制内的这个冲击啊 应该也是一个在加速的这么一个态势 中国呢有越来越多地方的这个体制内的人员 他们呢也都是开始啊 长时间的被拖欠工资 这种情况国在之前呢也聊过不少 所以呢现在的一个阶段性的观察还有判断 就是在今年的下半年 中国经济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新一轮的崩塌 当然了出现这个情况的前提呢 就是中国政府他不会有什么这个大力出奇迹的行为 前提呢是中国政府他不会出什么这个神奇性的妙招去救这个经济 现在聊这个中国粉红们 他们著名的心系天下 现在虽然中国的经济啊都烂成这样了 中国的天下都烂成现在这样了 现在虽然中国最广大粉红里边有太多人他们自己呢都处在这个失业的状态 他们中呢有太多现在连饭都吃不饱 但是呢他们还是习惯性的心系天下 他们呢还在很热烈的关注中国的华为手机 他们还在很热烈的关注中国的芯片 他们还在很热烈的关注中国国产的这个芯片光刻机的问题 真的是很标准的啊心系天下一屋都不扫 只想着去扫天下 在这儿先插播一位中国网络上的著名坏差啊 他对这个华为最新的那个驴肉火烧手机的奇妙的感受 他说呢看到华为发布那个新手机 他感受到的是极大的憋屈 他说呢华为有这么牛叉的创新 华为有这么强大的技术实力 如果不是华为被美国制裁限制芯片和其他各种配件 如果华为还能够顺畅的进入欧美市场 那华为新出的这个手机呢 就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存在 肯定就会把苹果呢直接干趴下 最后他说啊忍耐 等待终有一天 很多网络呢应该都知道 中国网络上的这个李济 其实呢他就是一个超级的大快差 对他的这个奇妙的感受 狗哥呢就不多评论了 就一句话 忍耐 等待 他们这一辈子啊就只能是活成那个人者神规那个样子 华为手机能再一次顺畅的进入欧美市场震惊全世界 这个场景啊 他们这一辈子估计呢都等不到那一天 当然了这个呢也有一个前提 就是中国加速开道车的这个状况呢 他会持续 中国政府呢他不会浪子回头啊 不去洗心革命 关于中国粉红们 他们心系天下的最新的消息 大家来看啊 重大突破 中国国产DUV光刻机研制成功 引发各国强烈反应 荷兰阿斯麦公司慌了 美国韩国都傻眼了 下面还说呢 这个呢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玩意儿呢 可是制造芯片的印钞机 光刻机这方面 国外卡中国脖子这么多年 这回啊 中国呢可算是挣脱枷锁了 这个呢就是最近几年来 让中国粉红们啊 一次又一次的打鸡血 又一次的高喊这个 厉害了我的国的一个消息 就是中国政府呢 最近呢是官宣了两种 中国国产的这个 制造芯片的光刻机的问世 光刻机这种东西 应该呢就不用我再多介绍了 经过最近这一年 跟中国粉红们的这个对战 大家现在对光刻机这种东西 应该呢是或多或少都会有了解 都会知道一点 其实这个现象的也是非常有趣的啊 就是你像芯片 像光刻机这种东西 这些啊本来呢都不是一般人需要去了解的东西 你比如说大家如果去问一下美国人 去问一下欧洲人 去问一下日本人 他们绝大多数人 肯定都不会知道光刻机是什么东西 对光刻机这个名字 他们肯定呢是从来就没听说过 但是呢如果说你去问一下中国网民 特别呢是中国网民里边的爷们 特别呢是中国的年轻网民爷们 应该呢是绝大多数都会知道一点光刻机这个东西 狗哥认为呢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你如果说不知道光刻机是什么东西 那这个呢很正常 这个呢才是正常的 像狗哥自个儿在解研之前 也完全不知道光刻机是什么东西 对那个名字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在中国人里边啊 在中国网民里边有这么高的比例都知道光刻机 特别呢是这个中国粉红们啊 几乎呢百分之百都知道光刻机 那这种情况呢 它属于呢是一个明显的不正常 狗哥自己呢也是最近几年来 一直在关注中国粉红们的这种精神病态 所以呢才导致自个儿呢也知道了光刻机这种东西 那为什么中国粉红们啊 为什么中国年轻网民们 都会那么去关注光刻机 这种他们其实啊完全不懂的东西 这个原因呢其实呢也很简单 就是最近几年 中国官媒还有中国自媒体们 他们呢疯狂的宣传 疯狂的煽动 把光刻机这种东西是跟中国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啊紧密的联系在一块了 所以呢光刻机这种东西才会在中国呢那么受关注 中国政府它官宣中国国产光刻机的最新的消息是在9月9号 中国政府的工信部呢是发布了一个首台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 2024年版其中呢就列举了两种中国国产的光刻机 技术指标最先进的那一台说这个光源呢是193纳米 分辨率呢是小于等于65纳米 套克小于等于8纳米 那这个套克啊小于等于8纳米的数据呢 一下子就让很多的中国粉红战狼就炸锅了 他们认为呢这个呢就意味着中国呢已经是研发出来可以制造7纳米 甚至说更先进芯片的国产的光刻机 那这个呢绝对就是一个王炸级别的消息 这个呢就意味着在光刻机在芯片生产这个领域 西方国家对中国卡脖子的行为呢已经是被打破了 所以呢这个消息呢就绝对啊是非常非常扭畅 有了解芯片的网友们都不知道 现在这个地球上最先进的这个芯片的制程呢是3纳米 应该呢是只有这个台湾的台积电能够量产 台积电使用的是来自这个荷兰阿斯麦公司的3纳米的光刻机 比3纳米落后一代的是5纳米 再落后一代是7纳米 说这个7纳米芯片落后这个呢只是相对而言啊 其实呢在这个现实的应用里边啊 7纳米的芯片并不落后 它一点都不落后 而且呢可以说它是一种先进的高端的芯片 所以呢如果中国真的是他研发出了这个国产的靠谱的能生产7纳米制程的光刻机 那这个呢绝对可以说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中国的这个粉红群体里边呢当然呢也啊不完全是傻叉 中国政府他官宣这个国产光刻机的消息以后 有这个比较懂行的粉红马上呢就注意到 他这个指标里边提到的小于8纳米 暗示了7纳米只是套客 也就是说呢需要经过多次曝光才能实现 这个中国最新的国产光刻机 它真实的指标可能呢只是65纳米 也就是说呢中国国产的啊最先进的这个 它真实呢只是一台65纳米的光刻机 它距离7纳米光刻机的距离呢还有很远 但是呢大量的中国粉红 他们依然认为中国这台光刻机的问世 就意味着中国至少量产28纳米的芯片已经成熟 这个呢就解决了中国对这个芯片需求的绝大部分的问题 狗哥呢说一下自己对中国这个新国产的光刻机 它的真实实力的评估和判断啊 毕竟在中国粉红们这种非常病态的啊 强烈的影响之下 狗哥这个本来对光刻机是一无所知的人 最近几年来呢也一直呢是被迫在关注 并且呢有一些了解 最关键的是狗哥呢是有这种鉴别和获得靠谱信息的这种能力 第一 中国国内目前啊最先进的光刻机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水平 中国国内墙里边最先进的光刻机 还是在2019年之前 从荷兰阿斯麦公司买的这个DUV的光刻机 它呢是可以量产28纳米的芯片 有网友的应该知道 在2019年以后 虽然中国呢是愿意继续砸这个大钱 从荷兰购买更先进的可以量产7纳米芯片的光刻机 但是呢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荷兰呢是不卖给中国更先进的光刻机了 所以呢中国手里边呢只有这个比较老款的荷兰阿斯麦公司的光刻机 在这可能有访问会说他们这个华为啊 在去年呢就出了那个摇摇领先的手机 那个手机里边用的芯片呢是7纳米 这个呢就说明中国呢已经是突破了技术封锁 有了这个量产7纳米的能力 这个事儿跟我在以前那里聊过 中国用荷兰的那个老款的光刻机 确实呢也可以生产一些7纳米的芯片 但是呢这个呢只能用 已经啊被市场呢是淘汰了好多年的老技术 这个芯片的制造成本会很高 拿到国际市场上根本呢就不会有竞争力 这个呢就是为什么从去年到现在 华为他呢还能够继续生产手机 但是他这个手机价格都很高的一个原因 因为他里边用的7纳米的芯片 生产成本很高 这样价格的华为手机 在中国墙外边根本就不会有多少人去买 所以呢中国国内最先进的光刻机 还是以前从这个荷兰阿斯麦公司买的老款 墙里边稳定的这个芯片的制成技术 还是用荷兰光刻机做出来的28纳米的芯片 第二中国政府最新宣布的这个中国国产的光刻机 它的技术能力啊 其实呢还不如中国已经有的荷兰的那个老款的光刻机 如果中国国产的这个光刻机 它的技术能力靠谱的话 大家注意我在这呢 首先要强调啊 如果中国国产的这个光刻机 它的技术能力真的是靠谱 如果说它不存在造假的话 那中国这个最新的光刻机 它能够量产的芯片制成的节点 大概呢就是65纳米左右 简单讲 中国新国产的这个 它如果不存在造假 它最多呢 就是一台65纳米级别的这么一个光刻机 这种光刻机呢 它没有量产28纳米芯片的能力 当然了你如果说还用这个多重曝光的技术 强行的去做这个28纳米 去做14纳米 甚至说你做这个7纳米的芯片 还是刚才讲的你这么干呢 确实呢能够练出来一些芯片 但是呢这个产品的良率会太低 这样呢导致成本呢就会非常高 那荷兰阿斯麦公司 它的这个65纳米的光刻机 人家是在什么年代造出来的 是在2006年 所以呢可以说啊 中国国产光刻机的这个技术水平啊 跟世界顶尖水平之间的差距 还有大概18年左右的时间 狗哥的这两个评估啊 肯定是靠谱的 就是第一 中国国产的这个最先进的光刻机 如果说它不造假 那它只能啊 是量产这个65纳米 55纳米这个级别的芯片 它根本没有量产28纳米芯片的能力 第二 中国墙里边现在最先进的光刻机 还是以前 从荷兰阿斯麦公司买的那个老款 它呢是有这个量产28纳米芯片的能力 这两年让中国粉红们好几次高潮的这个 所谓中国能够稳定量产14纳米 甚至说7纳米芯片的消息啊 那些呢 通通都是不靠谱的 所以呢 经常一银真的是对自己的身心健康 完全没有好处 狗哥那是建议中国粉红们 最好呢 多去操心自个儿的这个切切实实的 衣食住行问题最好呢是少一点这种心系天下啊 好了 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接着聊啊 拜拜